2023年,中国女排最最重要的三大国际赛事全部云集9月份,不过赛事密集只能有地方使,中国女排二队率先亮相亚洲女排锦标赛,中国女排一队从9月16日的奥运资格赛开始,连续征战三周时间,在宁波和杭州迎来奥运会资格赛和亚运会的征程,中国女排的目标肯定是重夺亚锦赛冠军,未免亚运会冠军,夺取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女排亚锦赛将由中国女排二队参赛,阵容基本由夺取大运会冠军的原班人马出战,他们将在小组赛迎来三个对手,分别是,9月3日中国对阵哈萨克斯坦,9月4日中国对阵中国香港,9月5日中国对阵菲律宾。 本届亚锦赛的小组赛对于中国女排的出现相对轻松,没有太强的对手阻击中国队拿到小组第一。 但是接下来的复赛和淘汰赛将对二队考验极大,日本、泰国、韩国将是主要对手。 其中,韩国队已全主力参赛,日本和泰国都在全力以赴准备奥运会资格赛的情况下,或许不会派出主力阵容。 这也给中国二队夺回亚锦赛冠军创造了良机。 过去的两届亚锦赛中国女排均未派出主力,也没有登上领奖台,曾经作为亚洲洲际大赛的最重要赛事。 近些年,随着试联赛、试锦赛等国际大赛的赛程太过紧密,中国女排不再重视。 从2017年开始连续派出二队参赛,遇到日泰拳主力阵容,就难以取胜。 中国女排全年最重要的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将在浙江宁波北伦主场开打,具体的赛程如下。 9月16日,中国对阵乌克兰。 9月17日,中国对阵墨西哥。 9月19日,中国对阵捷克。 9月20日,中国对阵加拿大。 9月22日,中国对阵荷兰。 9月23日,中国对阵多米尼加。 9月24日,中国对阵塞尔维亚。 中国女排的比赛全部安排在了晚间19点30分的黄金时间。 中国女排借助主场之力,有望轻松迎来三连胜。 从第四场开始迎来四大强敌。 加拿大女排拥有范赖克和格雷两位效力于欧洲豪门的重炮手,如何做好篮防两人,成为取胜关键。 第五场对阵荷兰女排。 对手也是拥有左手主攻马林、达尔德罗普和普拉克等边攻,是联赛中和之战赢得并不轻松。 多米尼加攻守个人实力突出,马丁内斯、钢萨雷斯两大边攻,再是联赛对阵中国之际打风。 二人还是中国女排篮防的重点,至少拦住一人,多米尼加的保障技术进步不小。 不再是过去的粗之大业,中国女排还是从发球上保证不失误,再冲击对手一传。 塞尔维亚女排是市井赛冠军,二人再是联赛分战赛交锋一次, 博斯科维奇犹如无人之境,中国女排处于劣势,还是争取把前面对垒荷兰、多米尼加拿下,确保对阵塞尔维亚之前拿到门票最好。 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的比赛从10月1日开打,小组赛全部安排在了晚间19点开始, 中国与印度和朝鲜同组,10月1日对阵印度,10月2日对阵朝鲜,相信全主力的中国女排不会轻易丢局给对手, 不过四分之一决赛与地组日本、哈萨克斯坦、阿富汗、中国香港前两名交叉赛。 不出意外的话,日本哪怕是二队阵容,仍延续了日本女排小球串联,保障技术扎实,进攻快速多变的特点。 泰国和日本将是亚运会中国女排主要的对手,上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女排不失一局全胜夺冠,希望这一届主场仍可未免。